很多人做全鎮在那邊畫線有沒有 我說你為什麼要畫這個線 全鎮的線根本不用看 因為它本身是跳躍性的 它是跳躍思考的人 你跟它講那麼多幹嘛 那你的獲利秘跡是什麼 買全鎮的部分 買全鎮獲利秘跡 好我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說很多人在操作全鎮的時候 上面都會綁一個頭巾 然後就寫衝衝衝 有沒有 我覺得這是錯誤的觀念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要操作全鎮 我一定會去想我是要試水溫 還是我是要做避險 還是我要做一個 跟股票搭配的一個操作 我會思考我的資金 就是我能承受多少的風險承受度 譬如說我現在手上 假設我有500萬 那我要做這個資產 那同時我的想法是說 我想要額外留一部分 譬如說我可以承受30萬 我就拿這30萬來操作全鎮 這是第一個設定風險承受度 第二個不要把它想成是 今日式明日幣的概念 或是很多短線的交易對不對 我把它想成它是一個 波段的操作 我的目標一般建議各位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 先設定到年底 因為年底有幾個變數 第一個聯準會不會貨幣寬鬆的 這個縮債的退場的機制 那還有就是到底明年還有什麼變化 我們比較不知道 就第一個 波段的投資 再來第三個我覺得一定要看基本面 基本面 很重要 很多人做全鎮在那邊畫線有沒有 我說你為什麼要畫這個線 全鎮的線根本不用看 因為它本身是跳躍性的 它是跳躍思考的人 你跟它講那麼多幹嘛 你以你的股票為主 不是看全鎮的基本面 是看這一個股票的基本面 如果一個股票它是有獲利的 它是有產業前景的 坦白講全鎮在跌的時候 只要還沒有到期 不用擔心 不用太過擔心 再來就是以強勢的中大型股票 中大型股票之外 強勢這兩個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它是弱勢 那表示這個股票不是市場的 目前所看上的主流 所以強勢蠻重要 最後一個我還是提醒大家 就是說 就是說自從結婚以後 我都常常跟大家舉這個例子 老婆只能娶一個 股票不是只能買一支 從此之後我回去就沒有好日子過 但是我覺得投資還是稍微分散一點 就是譬如說 我可以買一個金融 買一個電子 譬如說剛才講鴻海 那我金融買一個 譬如說國泰金 也許下半年也不錯 那我也搭配一個 你還是真的很喜歡航運的 閃裝不錯 找一支 分散這種所謂產業風險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這幾個心法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考驚食べ歌 追Frizz 延子 在 maison 可以 錢